当地时间3月21号 德克萨斯州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41平方千米 摧毁了至少142栋建筑 目前当地居民仍在进一步的疏散当中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中 美国各级政府部门报告了至少178处山火 总过火面积达到439平方千米 再来关注美国枪击事件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美国多地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至少三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其中阿肯色州的严重枪击事件的伤亡人数 上升至1人死亡 27人受伤 当地时间19号晚 美国阿肯色州杜马市一个车展外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至少1人死亡 27人受伤 伤员中包括儿童 警方推测有多名枪手开枪 目前逮捕了一名嫌疑人 搜捕行动还在进行 枪手行军动机还在调查中 当地时间20号 在佛罗里达州人员密集的迈阿密海滩 还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至少三人受伤 警方逮捕了一人 案件还在调查中 枪手动机不明 当地时间20号凌晨 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中心也响起了枪声 导致四人受伤 警方称已逮捕一名嫌疑人 初步调查显示 事发原因是两拨人发生了冲突 此外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弗吉尼亚州一个参巴外还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两人死亡三人受伤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一所大学 也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受伤 枪支泛滥 枪支暴力事件 一直是美国的社会顽疾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显示 截至3月20号 美国今年射枪案件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9230人